台中有一名顶着硕士高学历光环 曾经在汉祥公司维修战机的工程师 觉得工作六年多来月薪只有三万多元 加上发展有限 毅然决然放弃了他最爱的航太工程 改行开启了自助洗车厂 靠着促销西客打出了一片天 月收入现在最多可以超过十万块钱 把车均匀喷上泡泡 34岁的林明亮示范如何洗车 顶着高学历光环的他 放弃最爱的航太工程 改开自助洗车厂 之前公司的话 当然是福利待遇 就跟自己定的目标有点落差 当然说再加上说 这边自己的跟自己后面创业 可以跟自己的兴趣做结合 林明亮念冯甲大学航太工程研究所 毕业后维修战机 但月薪只有三万多元 两年前毅然决然离职创业 靠着促销西客 洗车厂月收入最多超过十万元 洗车它也算是一个技术方面的类别 只是说我之前的是可能比较 科技比较高一点的 在天工 现在在地上跑的 其实它的科技也不相对俗 洗车还是有很多在里面的 所以还是尊重每一个工作 水洗十元起跳 一辆车洗到好月六十元 对他来说 修飞机和洗车都一样 重要的是尊重职业精神 要向外界证明 硕士生靠洗车也能闯出一片天 也有很严重褣 而一 easy 感谢观看